大家晚安我們起來關心今天的天氣 今天的天氣有兩個重點 第一個就是今年第一個颱風 00升成了 這個00颱風就在菲律賓 這一次受到海焰颱風影響的重災區 事實上這個颱風 我們過去關注過一段時間 可是它一下子接近 一下子又往後退 一下子今天終於增強了 而且很快的就逼近於南部的這幾個島嶼 所以預計這樣的滋留的情況 還會有大概兩到三天以上的這個時間 所以這當地的各種的救災 或是各種的活動 大概有兩種情況 一個是沒有太陽 陰陰的 第二個就是會下一點這個雨 預計這個雨勢還會持續一陣子 請大家要稍微注意一下 關心一下這樣的一個情況 或是說任何的活動 就要考慮到一下這個天候 因為這樣的這個雲系來說的話 雖然不是很大 只是一個輕入颱風 它的中心在這個地方 但是這個環境呢 恐怕就在這個地方 不斷的滋留 不斷的發展當中 這個是菲律賓很重要的一個訊息 因為當地呢 受到海焰颱風影響之後 現在呢 都還需要我們很大力的幫忙 這樣的情況呢 恐怕 對我們來說的話 是一個很大的干擾 台灣的天氣呢 今天非常的好 陽光普照 不過呢 麻煩的是 早上的時候呢 開始陽光出來之後 接下來這個空氣 髒的空氣就開始爆到了 你各位來看 這樣的一個風的情況 就是涼涼典型 東北季風的一個特徵 不過這樣的情況呢 就很容易讓中國 東岸的污染物 直接吹浮過來 整個好消息是天氣就是很穩定啦 可以看到到陽光 我們來看一下各種更放大更細的 就是今天早上的情況 這其實這個是雲哦 那另外一邊呢 有這個顏色的就是這個霧 霧霧的天氣 整個影響到台灣的這個西半部 所以很多地方呢都拉緊抱 現在怎麼拉緊抱的地方哪些呢 各位來看 其實在這個河北天津到北京這一帶呢 PM2.5的這個濃度呢 可以到達300到600 非常的嚴重 在中國的東岸呢 大概是200到300 那靠近台灣這邊呢大概是100多 所以今天來說的話 我們很多地方 PM2.5或PM10 PM10大概是200 PM2.5大概接近到100 這個呢都是非常有害人體健康的一個濃度 各位來看滿江紅一片哦 所以特別提醒大家 這兩天不要因為天氣好 你就覺得說趕快去外面運動一下 盡量減少在戶外 盡量把窗戶關起來 因為目前來看的話 這個濃度要降下來 恐怕至少還要一兩天的時間 請大家要提高警覺 那當然啦 如果這個時候有下雨 那這個污染污就會被刷洗掉 到這個地上變成酸雨 可是現在來說的話 沒有任何的一個雨勢 所以這樣的情況呢 恐怕未來這幾天還是持續 因為高壓就在這個地方 高壓慢慢的一個東移 所以這幾天的環境 沒有什麼樣改變的一個趨勢 接下來要改變就要等到下禮拜一 預計下禮拜一呢 新的一波冷空氣又再增強 高壓又再增強 那當然啦 冷是會更冷的 所以下禮拜二三的時候 要注意 新的一波冷又到了 這波的冷比上禮拜冷 還要冷請大家特別留意 那預計呢 這幾天的天氣情況呢 週日還是東半部這個雲量比較多 宜蘭到花蓮呢 可能有一些局部的短暫性的鎮雨 其他西半部都很穩定 到了週一晚上呢 新的一波東北風會會加強 所以有一點點的水氣 北部呢雲量會增多 當然東半部雲量也會多 可能有一些短暫性的鎮雨 那週二週三都差不多 不過這個時候就要注意冷空氣隨後爆到了齁 風的部分就可以看得很清楚 今天這一波就是這樣的一個增強的結果 但是接下來呢 有一個空檔期 就是週日到禮拜一的時候 新的一波預計禮拜一的下半天就開始接近 這波各位來看 又是架構很完整的東北季風的形式 就在這個地方就會影響到台灣 所以預計會持續影響到週五的這段時間 所以未來下禮拜是比較冷的 有變化的請大家要特別注意 溫度的部分今天都回溫了齁 所以零度呢已經跨越到長江以北 但是明後天這個北邊的冷空氣 又再開始加強 所以下禮拜來說的話 整個中國東岸全面就會開始又冷下來 各位來看零度線呢就會到達廣州跟福建 這一個附近 所以這個對台灣來說的話 下禮拜對整個中國東岸是很冷很冷的一個格局 請大家要特別注意 甚至比前幾波都還要來的冷 那台灣在它的邊緣齁 到底會幾度齁 有時候這個冷空氣很調皮的 但是目前來預估的話 週二到週三的清晨 恐怕在北部的空光地區 九度齁 九度這個就是真的冷了齁 九度在台灣因為有點風 加上濕度比較高 雖然說是乾冷 可是我們海島濕度比大陸型的氣候還要再高一些 所以這個九度呢你大概感覺起來 加上如果有一點風的話 大概扣個三到四度左右 所以大概感覺起來是五六度喔 跟你在家裡面冰箱的感覺 在下禮拜二三的時候 是差不多請大家要留意 不過好消息呢是週一與北部雨勢比較多之外 其他各地雨勢就會減緩 那下週四五溫度就會慢慢慢慢的緩慢的一個回升 大致上在過年前的天氣大概就是差不多 那過往年期間恐怕又是另外一個格局 南部呢天氣呢就比較不受到干擾 白天呢都還有二十多度的溫度 不過呢要稍微留意一下 清晨的這個低溫呢在週二週三 甚至未來這幾天都要注意輻射冷卻喔 像嘉義或是雲林或是彰化等 這種空曠地區農業的一個側站 要留意這種寒海冷的一個問題 我們給大家很建議喔 這兩天空品惡化 請大家不要到戶外做運動 戶外如果要待留比較久的時間 一定要戴上口罩喔 建議大家因為這個的空氣污染 不是物不是買 是屬於工業的污染物 請大家盡量減少在戶外逗留的時間 把門窗關起來盡量在室內 那週一呢東北風會增強 當然會有些改變 但是空品呢恐怕不是那麼快的就會減弱的 下週二另外一波冷空氣開始報導 嚴防另外一波的低溫 也要嚴防注意是不是會有另外一波的空氣污染事件發生